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大家午安 我是秦燕盈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接下来一个小时我们要讨论的是 国外的趋势 还有相关重要的大国政治议题 先来介绍这一小时的来宾 首先要介绍的是退役中将少华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国际的战略学者林玉芳 大家好 以及国际政专家莱宇谦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太子好 一开始要带您来看到 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是已经要来到了9月14号 还记得这是什么时间点吗 我们之前跟你讲过了 就是台湾政策法 美国国会即将开议 他们有可能要再来审 这个台湾政策法 现在这个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已经呛响 要真让他过的话 会让中美关系瓦解 毕竟现在可能是一个蛮重要的时刻 原因是因为他选在9月14号 说是美国国会开议了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一天你看看 也刚好就是习近平要出访的日子 900多个日子过去之后 因为疫情的关系 习近平一直没出访 现在疫情过后的第一次出访 选择的就是中亚 而且现在外交部 大陆外交部的证实 是他会参加上和峰会 换句话说 这一次他将会遇到了 俄罗斯总统普丁 还有印度的总理莫迪 中印俄又在这个地方 要再次的来集结了 也有外界解读了 说他在二十大前出访 表示内部已经先稳固全力了 所以现在开始要来做外部 整个区域这边的布局 而美国这边霍普金斯的教授 叫布兰兹他是怎么讲的 他说其实我们最近一直在看到 俄乌战的一个新的消息 乌克兰说他们又收复了 3000平方米 这样很大的乌东这边的一个 战局的大要禁 好可问题是其实习近平 可能不希望俄军溃败 原因是因为 要是俄罗斯真的溃败的话 他担心了 那个强大的盟友 没有办法继续来帮他分担 来自美方的压力 所以换句话说了 如果中印俄这一次呢 在这个上和峰会这边 再度会面的时候 两方三方其实曾经 先前月初的时候 有在东方2022 就俄罗斯这边主导的军演当中 有会过 那印度那一次去的人 其实没那么多啦 但总是他们有在一起来军演嘛 现在又再次的齐聚 大家就要问 拜登是不是要紧张了 印度本来说呢 好像是他们的四方会谈 他非常重要的一个 亚洲这边的盟友 但还铁吗 还是一个双方能够信赖的盟友关系吗 毕竟呢 现在习近平出手 他两年八个月没出国 他先到中亚最主要为的是什么 两个议题 一个呢是能源问题 一个则是一带一路 毕竟中国呢 说在将近20年的时间 对于中亚还有南亚 提供了大概有1270亿美元的援助 哈萨克这一次呢 要去访问的地方 其实就占了两成六 将近三成 那投资在哪里 投资在天然气管道 所以是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情 他一带一路 在中亚这边持续的在进行 能源这一次上合组织 不要忘了哦 伊朗要正式成为他们的会员 又是一个能源大国 而且呢 他们的GDP 现在已经占了全球将近四分之一了 那人口数呢 更是全球的二分之一 服务员算是最广阔的一个组织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就不能不好好的来了解 他们这里头要讲些什么事情嘛 毕竟现在包括谁 包括了沙特啊 包括了这个卡达等等 大家都要加入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势力还会再往外扩 扩到中东 扩到东南亚 那当然美国 他就会有些紧张了 因为你来看看 现在在中亚这边 这张图 说是美军基地到底有多少人的一个部署图 中亚这里呢 是一个黄色的 黄色是多少人 是驻军多于十人 少于一百人 换句话说 他从阿富汗撤军之后 中亚这边真的有一点点的权力中空的一个状态 所以先前布林肯 才会跟中亚五个国家提起 他希望能够建军事基地 结果被人家给回绝了 那所以美国现在到底在中亚这边要怎么样来做呢 如果他不赶紧再回防的话 他在这边的势力 他得要靠波安这边来调动 那来得及吗 或者是说 他在这边他的情报 还能够做吗 真的让整个大陆 还有俄罗斯这边跟中亚串起来 欧亚大陆 活成一体之后 那不就是他们最害怕的大棋盘要落棋了吗 所以美国民调 现在他们的讲法是 有40%的美国人 认为大陆 跟美国之间 已经算是一个交战状态了 这是来自一个非盈利组织 国家行动公约所做的一个最新民调 中美之间到底有没有可能终有一战 又或者是能够好好的来相处 回过头来 我们想问的是 那大陆现在习近平 疫情过后第一次出访 中亚这边开始布局了 美国真的有点担心 大老师 你从这个刚刚燕盈提供给我们的 这些地图 也就是美军的全球海外军力部署图 这个用颜色来区分 你看到在整个中国俄国的周边 也都部署了美国的军队 你提到了蒙古中亚地区 十人到一百人之间 可是在其他的地区里面 他部署的人数也都不少 这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等于是美国在全球的海外军力部署 那难道不就威胁了 被他部署的包围的这些国家的安全吗 例如说他对俄罗斯 你会看到他在于俄罗斯的西部这个地方 有军力的大量的部署 难道这不对俄罗斯构成安全威胁吗 他甚至把手插到了蒙古 插到了中亚 那么插到了印度 然后到了韩国 日本等 难道不就是对于中国大陆的强大的威胁吗 那也就是说美国在1991年的时候 他借由什么 他借由苏联的崩解 他很清楚的看到苏联崩解了 但是他还掌握不了 苏联是真的瓦解还是假的瓦解 也就是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 他到底是强国还是弱国 那经过五六年的一种分析研究以后 到了1996 97年的时候 他们大概确定俄罗斯已经是二等的国家了 一直到2001年小布希时代 他确认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形成了 他肆无忌惮地放手在中亚地区 把手就伸进去了 所以去攻打阿富汗 去攻打伊拉克 然后再来介入了利比亚 叙利亚 然后甚至要到乌克兰 那么甚至乔治亚等等 这整个区域 美国毫无忌惮了 毫无顾忌了 他把他的力量 把他的军力伸到每个地方 伸到每个地方 他威胁了他所伸到地方的 所有的国家安全 所以周边的 他伸到的地方的小国 都害怕美国的攻击 所以几乎都俯首称臣 只有几个小国在跟他对抗 像东北亚的朝鲜 像中东的伊朗还在继续跟他对抗 那当然亚洲的欧亚大陆的两大国 也就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还继续在跟他对抗 所以到底谁威胁谁 我想这个道理应该看得很清楚 假设我们今天做个假设 假设今天把这个图黄色的 全部是中国大陆的军力 的海外部署图 然后你把美国周边的 加拿大的等等的这些 把它也看成是 中国军力的部署图 那是不是对美国就构成 巨大的安全威胁 所以当美国把军力升在中亚 升到中国跟俄国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威胁 中国跟俄国的安全 但是他却不允许 中国跟俄国那么快速崛起 或是强大 然后如果中国开始往 南太平洋的岛国 开始有一点点去试探的时候 他就开始说 中国威胁了南太平洋岛国的安全 如果中国的力量到了非洲 你看现在整个非洲 没有大陆的军力 对 可是他会说中国威胁到 部署到非洲 已经影响到他的安全 这个就是什么 霸权 霸道主义 其实这个道理很明白 就是霸道主义文化 霸权主义文化 台湾的很多的弹头学者 很多的弹头战略家 就是搞不清楚这个状态 也就是说当美国把力量 升到你别人手张 然后威胁到你安全的时候 他说我这是维持地区的稳定 地区的和平跟安全 而当中国大陆如果要把力量 到了这个南太平洋岛国的时候 就说你威胁了 这个迫害了区域的安全 对稳定跟和平 这岂有此理 没有人是 没有人是这种道理的 而相信这种道理的人 都是脑袋有问题的 现在的情况已经在产生变化了 因为中国大陆的国力 跟美国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如果以平准购买力来说的话 大陆已经超越美国 美国现在掌控了若干的关键技术 中国大陆的强项是 工业体系是完整的 美国的强项是关键技术 是掌握在他手中 所以力量开始在产生一些变化 也就是开始变成均衡了 平衡的力量的时候 美国受不了了 美国受不了 美国就要把中国大陆踩下去 想方设法的踩下去 现在美国所用的所有的力道 就是努力的要把中国大陆 把他踩下去 现在问题就是 中国大陆不愿意被他踩下去 不愿意被他踩下去 就不断的在抗拒 在抵抗 然后在自我的发展中 我觉得很多国家都看在眼内 问题就在于 世界的这三大强国 是已经准备要打仗了吗 目前看不出这个趋势 如果这三大强国 准备要打仗的话 乌克兰 俄国跟乌克兰军事冲突 北约早就应该介入了 为什么北约到现在还不介入 还是维持打代理人战争 换言之也就是 美国还是避免跟俄罗斯直接交战 同样的道理 你认为在东亚地区 美国准备要跟中共大陆交战吗 我看不出来 所以那个是虚张声势 所以也就是说东亚地区的战事 如果一旦爆发了 跟中国大陆有关的时候 我的估计美国还是不会介入 还是打的一场是代理人战争 这个战争的模型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变化 所以我觉得 这个贺博军事的教授 他的分析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中美双方还没有准备要交战 没有准备要交战 那坦白说 美国的压力其实是有限的压力 来 请教将军 因为现在其实 等于他役后第一次出访 他就是去到了中亚 我们就讲了两个战略思考 一个就是一带一路 他现在这边很重要 有很多的铁路等等 基建在进行 另一个就是能源了 因为这一次 再一次的扩边 上河组织 简直就是能源国的一个大集合 对 基本上 讲一带一路要产生效果的话 那还有一段时间 因为你这个交通线打通以后 血脉打通以后 它还要面坐一段时间 但是美国最担心的现在就是说 全世界几个产油大国 通通跟中国跟俄罗斯结合在一起了 这个是能源 是每天每个月每年都要的东西 就是说立即可用的 这就是能源的将来的战争 因为美中之间 其实冷战的已经开打了 科技战 金融战 经济作战 制裁 这已经开打了 就是说只剩一个热战没打 刚刚赖教授讲得很清楚 中俄 中美俄 美中 它不可能有核子战争的 这个恐怖的这个结果 所以代理战争是不断的 而且美国现在看准了俄乌 它是名利双手 又把俄罗斯拖了半年以上 最近的俄军完全采取首饰 而且还被突破 因为这个东西战线太长 我们学军事早就讲 它早就该变成首饰 而且战线拉太长 那现在这个问题 俄乌战争没有结束 那美国已经获得 它的想象中的利益 第一个消耗俄罗斯 第二个也削弱了欧洲 将来欧洲一定在北约控制下 完全以美国为龙头老大 第三个军火生意大卖 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在买 现在烧到东北亚国家也在买 所以它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霸 帝国的霸群 那个烂飞机七八七 要逼得台湾要吞下来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从这个恐怖感 所收到的利益很大 而且俄乌战争的模式 它是不是想扶制到东北亚来 那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 布局烧了台湾 那最近这个最严重的是 他已经看到上和会会产生 刚刚我讲的这个 资源国家的大结合 换句话 路权国家开始rise up 就要起来了 他现在就在挑衅 最凶的一个挑衅就是 美国国会里面要通过 这个台湾防卫法 那这个法是非常 挑衅一中政策 几乎到了 要把一中政策给干掉 只是表面上我要维持一中 但是里面 让台独非常高兴 台湾代表处证明了 又可以高层互访了 又可以这个那个 反正就是说 极其挑衅的能事 但是美国也在利用议会 从提案到通过 到执行还有一段时间 他就是看 威胁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不要再做进一步的结合 不然的话 因为这个法案 很讨厌就是说 它不像以前是提供 博物院做参考 它是有执行的限制力的 比如说台湾的这个 军火快速通关 第二个也公开讲出来 要消耗美国的库成品 这就是美国一向 欺负台湾的一个手段 拿这个老旧的东西 来换取大笔的金钱 不但要台湾编到 45亿的国防预算 还要给你贷款20亿 还有很多附加条件 最可恶的是 还要限制台湾的战略思考 用美国那一套 用城镇战 就是扶制俄罗斯 俄乌战争的模式 你打城镇战战 打消耗 抵抗到最后一兵一组 很不幸的 就是台湾这一批人 脑筋不清楚 你被城镇战 打到最后一兵一组 死的是谁 死的台湾2300万 老不信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不要一头热 你看蔡英文政府 他敢不敢讲台湾 不讲 但是他的车意都在搞 所以这个问题是 美国利用台湾关系法 的修正 是非常严重的 挑衅了中国 所以可预见了 秦刚讲话没有用了 他说是不是召回 是马上看到的第一步 这个中美关系 这一次已经 刺激到习近平 这一次上核会议 看你要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他的下一步还有更热烈的 所以我觉得 冷战进行到这边的热战的边缘 这种恶性循环是慢慢在起来 那绝对不是世界大战 但是局部战争跟消耗战争 一定会有 换句话说 就是他有可能刺激到 对方敏感神经 但我先等一下下 先看你这个时候会怎么做 毕竟请教委员 原因是因为 他才刚刚一起军演过 然后中印额又再次的 要聚在一起了 这里面 要注一下印度的角色 我知道有些台湾的媒体 把印度认为说 你刚才参加完 这个东方22 现在又在上口峰会 大家又聚在一起 那显然印度是选择 跟中俄站在一边 没有这回事 印度人是最利害 有讲过全世界 最会做生意 也让人家最害怕了 三个商人 其中一个就是印度人 所以印度你不要相信他 他的外交的政策 是不会仅选择一个国家 仅仅跟他抱在一起 我们台湾人 不要用我们的思维去看待问题 印度绝对是在 这两个集团之间摆当 看哪边利益对他好 他就往那边靠 比如说买武器 他渐渐的会放弃俄罗斯的武器 而买美国的武器 而且会越买越多 原因在哪里 因为俄罗斯武器 在这次乌克兰战争里面 证明已经不行 就是不行 被比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他会慢慢买多一点 可是石油天然气 他会继续买 他买美国的石油 买俄罗斯的石油 便宜加工炼制成器油以后 再卖给美国 现在就这样干 以后也会继续这样干 所以印度这种 坦白讲 你可以说他很狡猾 可是每个国家 都是要灵活务实 只有我们台湾 有时候就是不太灵活 不太务实 而且是故意的 所以印度 我觉得他不会偏袒哪一边 倒是要注意的 就是说中国大陆 现在往中亚那边去发展 是不得不 而且现在也是一个好的时机 不得不的原因 就是说你去看 你的右边整个海上 都是美国的力量在包围 对不对 美国为什么叫 本来叫太平洋战区 为什么变成印太 他把印度洋 印度也拉进来 这样把它围住 美国跟印度之间 有一个共同的 他们所谓的敌人 那就中国大陆 所以中国大陆 都自己非常清楚 他就往中亚走 那以前不太容易 因为你只要看一条铁路 就是这个中吉乌 中国大陆到吉尔吉斯 就是到乌兹别克这条铁路 是 多少年前就已经签了 1997年就签了备忘录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办法耍开 耍得开 普丁反对 很简单 他认为中亚就是我的禁卵 这块是我势力换回 你中国大陆那么有钱 你有那么多野心 你能力又这么充沛 你负败这么多 我如果放开中亚让你进来的话 那未来这些人会听你来 还是听我欧国的 所以他一直反对 可是俄罗斯最后也不得不答应 因为美国压力越来越大 他一个人也锁不太住中亚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 产食有最多的哈萨克 哈萨克现在在外交上 开始就变得有点灵活 开始有点在摆动了 你看其实前一阵子 前几年哈萨克 今天就已经有 美国在里面设深化实验室 我们也讲深化武器 深化实验室 为什么这样 美国也是想进入中亚 因为这里也很重要 我进来中亚的话 我就把你中国大陆 跟俄罗斯整个隔开了 我整个力量就进来 你们两边父辈都受敌了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说 变成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可以进去 跟中亚这些国家 强化他们的关系 而且这也是到 譬如到欧洲 到中东 很重要一个孔道 美国以前其实在中亚 是有设这个军事基地的 像乌兹别克他也设过 基尔基斯也设过 后来都结束掉了 中亚这些国家 现在反而跟塔利班这个政权 会慢慢走得比较近 只有一个国家例外 塔吉克 因为塔吉克人是 阿富汗境内的第二大族群 你现在他看到你 就是说塔吉克就在你 阿富汗的旁边 可是我的很多我的同族的同胞 在你那边是被你虐待了 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实质上的是 内政跟外交上有冲突的问题 其他的这些国家都是性回教的 他们都愿意跟阿富汗 下塔利班之前改善关系 这个让美国要进入中亚 这个私利要进去 会变得更加困难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的中亚跟当时美国 我可以进去那个中亚局势已经不太一样了